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硝酸盐对于身体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是人体对亚硝酸盐的安全摄入量是比较低的 即使是我们街道的自来水 还没有经过加热处理 其中可能会含有的亚硝酸盐 含量都是在国家允许的健康范围之内 所以牵滚水堪比慢性毒药的说法是不靠谱的 好了 本期分享就到这里 对于隔夜的水你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